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今天是2024年4月15日 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生命的解读 第一个想讲的就是这条片下面有三个连结 第一个连结就是一个WhatsApp群组 容许我单向跟大家发放讯息 第二个就是Bang软件群组 容许网友在讨论区互相讨论 第三个就是一个YouTube的连结 就去一个叫Corner Capital的视频 有我和Hermannsir就讲这个期权和美股 接下来这个礼拜三就会做第三集 就会讲一下什么叫期权的时间值 以及现在打仗对那些叫资金流的影响 有兴趣就是它是直播的 即是在星期三的九点钟 或者九点半钟左右做直播 有问题可以在那里直接去问 做了两集的反应都不错 有很多新的朋友都会去看 那再想讲就是27号那个活动 那个Bang软件应该做起了 但是那个报名应该要先硬小 才可以在这个YouTube里面 那个照片那里 那个讯息那里就会出来 还有会在群组里面 优先给一些Bang网友 和WhatsApp网友去报名 名额应该只有30个 那就是为了有些commitment 收一点点钱 但是那天的餐或者一些食品 应该是会超过这个数 有兴趣就可以去报名 那想说回今天的事情 就是说中东的局势 即是伊朗就是发动无人机 就袭击以色列 那袭击完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就说很克制了 就不会进行报复 就是如果进行报复 整个局势就会升温 那会令到中东的局势更加紧张 那很多人就会用二分法 就是说一个就是正义 一个就是邪恶 正义的就是说是亲西欧 亲西方 亲欧洲抽美国 他们的一个意识形态 那另外那些人就评为 就是邪恶俗心 那其实我觉得 大家去抽开这件事件来看 那其实讲这些东西方的文明冲突 不是今时今日有 就是讲的 由以前的十字军东征 三次十字军东征 死死了这么多人 到今天 这些东西方的 叫做意识形态的冲突 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大家两个是讲的 一些很排他性的宗教就在这里 一个就是讲基督教 基督教就是讲的 世界上又是只有一个神 其他那些都是假的 那回教也是 真神阿拉 其他那些就是假的 那两个呢 就是那个意识形态里面 是争论得很厉害 接着 有很多东西 譬如无论的食物 文字 一个由左至右 一个由右至左 有很多习俗 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叫做 frequency 即是不是一个波段里面 又产生到共鸣 即是抗拒 那在千多年前 那可能是波斯那边 他们是佔优 然后后来就工业革命之后 欧美那个国家 那个势力又比中东那边大 到了今天 即是以色列 在那个中东里面 就复国 那又跟巴勒斯坦有很多边界上的争执 那很难说得到 即是那个是和非 因为在他那个角度 一定是说自己是对的 那情形就是说 现在出现了这些问题 即是打仗 你说要求人道 打仗就没有人道可言的 即是打仗最后的结果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那要是呢 就是你神服到我 我屈服你 要不然 就一定是有对抗 现在是说着 即是巴勒斯坦 那他都有很多 和他同宗教 和他同一个思想的兄弟 就是在中东那里 那 那以色列 在那个地方建国 自然就是有冲突 那不能说哪个是正义 哪个是邪恶 那其实整个问题就出现 就是欠地盘 那欠地盘 不是在人类动物会有 在这个动物世界也是会这样 那所以为什么你会见到 譬如那些猫猫狗狗 去一些新的地方 就要是少个便 去留下一些气味 就告诉别人 这个地盘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 那你看到在金山公园也好 或者是城门水堂也好 为什么有这么多猫猫族群呢 在那打来打去 那他们打其实是很残忍的 就是一些施杀来的 那你就反映了 其实人类就是一些 灵长类动物的进化 那其实人 是除了是衣服 在不同年代有进化之外 其实都是没有进化过 只不过是用的武器不同 由以前的石器时代 跟着就去到铜器时代 新的铜器时代 是一些技术的改进 武器的改进 由弓箭 变成老 由老 变成一些叫做子弹 枪炮 由以前摆阵 去到用弹箭车 度弹 到今天去到无人机 是一些进化 那现在今天 如果是美国对付其他国家 就不需要用烟灑的战争 直接是可以用一些叫做 无烟的武器 就是说金融 所以为什么看得到 就是现在大家的国家的教力呢 不只是在军事里权来脚黄 那在金融的战争里面 那个伤害呢 也都是不简单 那想说回 有一个就是说一些叫做 债 就是 美国 打生打死为什麽呢 为了有一个叫做 发钞的红利 那发钞红利呢 就是说 全世界都是为它服务的 譬如中国也好 日本也好 其他国家也好 生产的产品 卖给美国 美国呢 就去买这些产品 那他们可以用印钞票 来去买这些东西 那印钞票呢 要买的对手是谁呢 就是那些制造国 那他买了他的货品之后 那那些叫做 买的那些债呢 那些债呢 就不是说以黄金啊 以石油啊 或者是以那个 借钱给他的人呢 就是去订的 而是呢 就是用这个 美元这个本位呢 就是去订 那我借了钱了 那他就可以去贬值啊 去其实就是在收割 别人的生产力 那在过往的 叫做 买国债最多的国家呢 就是中国和日本呢 就是排第一和第二位 那 那 在2003年呢 那日本呢 是买了0.6万亿美元 那中国呢 是买0.2万亿美元 不够 那去到2013年呢 日本呢 就是去买到1.4万亿日元 中国呢 就是买1.5多亿的美元呢 去到2023年呢 那日本和中国呢 都是买少了的 日本就买大概接近 1万1千亿美元呢 而中国呢 就是减了 接近是 6千 6万亿美元 0.6万亿美元的 那又剩下 0.8多万亿美元 那就少了很多 那 你说 上一转耶伦去中国 是为什麽呢 那其实呢 就是为 希望 日本呢 以及尤其是中国呢 是要买回多些美债 因为它始终印钱 都要有人去买单 那这个 就是 现在我想中美最大的 那个争论就是说 中国想摆脱 美国成为一个叫做 制造 那个 业 为它 美国服务 那个 问题呢 而 美国呢 又想 我要用法债 去 保持 那个 优势 那两个呢 就在那儿 大家在那儿 争拗 那 中国 那些钱 不去买这个叫做 美债 那去了哪儿呢 有很多呢 就是去了买 石油 那沙特里面呢 2020年呢 中国就买最多 买了680亿美元 印度就买了462亿 日本呢 就买了365亿 南韩就买了360亿 美国呢 就买了239亿 另外呢 有些钱呢 就流了去呢 就是买黄金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说全世界呢 就是资金呢 有很多呢 那看他流向 是买哪一样东西呢 那 香港 作为 就是中国的 对外开放的 金融中心 那便会受到冲击了 那最近呢 查史美伦呢 就退休了 退休之前呢 就接受了访问 那我觉得 他那个言论 说得非常之忠衡 那他围着了三个 事情去讨论 第一个 就是说中东 那 中东 就说 说中东 根本就不认识香港 其实对香港的市场 不熟悉 那不知道怎么样去 大家去互联互通 那很多人 尤其是香港人呢 就自己幻想呢 以为是宇宙的中心 那其他人一定不是 我经常都说过 我说香港人很自大 自大就是说 要全世界的人呢 都要理他感受 中国人呢 中国领导人呢 一定要照顾香港人 其他地方呢 就不可以 给他有竞争 就是不可以给他做得更好 这个呢 就是香港人自我中心 也都觉得自己是比其他附近呢 无论东南 或者其他欧美人士呢 是优越的 就是看不起 你邻近菲律宾啊 印尼啊 泰国啊 澳门啊 内地啊 全部都看不起 那可能会觉得 欧美人士他会觉得是给自己的优胜 不是呢,就觉得香港人是高人一等 其实我想强调,其实人类大部分都会在 在那个叫做normal distribution 政态分布里面,特别厉害的5% 或者特别差的5%是少数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中间 没什么特别厉害或者特别差 只有你是努力和不努力 还有是那个叫运气 那个运气就是说你在那个时段里面 是不是你走正运气 就是在过去的那一百年 就是2020年之前 全世界是需要香港作为一个桥梁 是去踏通欧美和中国 那么香港就吃正这条代理人的水 那么是否说香港人特别呢 不是咯 那么有很多人就说 我们香港人在过去六七十年代特别努力 所以就应该有这个结果 我有某部分是同意的 你说说努力其实所有的中国人 其实他那个骨子里都是很努力的 你看到去外国做生意的 不休息的就是只有中国人 不是只有你香港人 说内地的有部分年轻人 他们都会是讲着 叫做 他们就是有些工作 他们是可以去事工 不收钱 做到你才变长工 或者而有很多年轻人 看到他们去深圳 你看到那些服务员 个个都是个服务态度 都很好的时候 你就知道根本内地人 那个质素不会比你香港人差 只不过香港在过去 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里面 是比人家好而已 第二个茶屎美伦又谈挑战了 就是说在2022年开始 有很多事情他是控制不了的 其实就是讲一些地缘政治 那现在又是怎样呢 现在就是要去巩固自己 守住自己的地位 要去做是做这件事 那现在香港人要做的 就是比以前更加努力 因为大环境更加复杂 所以大家就要同心立力去做 那他的看法和我看法一样 就是说由2022年 就是打开口牌和以前不同了 大家也都是感觉到 就是那个IPO上市的数目 从上年的第六位去到今年的第十位 大家看得到是有问题 那港交所也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讲几年前呢 转了因为很多人要去上市 那就将那个上市门栏提升了 尤其是在过去疫情的时候 然后很多企业根本都面临艰难时期 你还提升那个上市门栏 根本你就是难了那个可以达标的人 然后第二 过去那几年的港交所 其实他是看不起那些中小微企的上市公司 觉得你不要浪费我时间了 我呢就只是serve 这些最大的客人 你没有几千亿市值 这个万亿市值 你不要想着在香港上市 因为香港这个交易所的市场呢 不是属于你 那对于那些上市去申请一百几十亿 五百亿以下那些 他觉得你是阻止他们 那这些是几年前呢 港交所的思维 到今天现在差不多叫做水尽挪飞了 即是在香港上市的数目也好 或者是金额里面也好 都是水尽挪飞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反思一下 自己有没有怠慢过那些客户 那其实跟这个现在的食肆一样 在往市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给面识那些中小微企 但是当现在市不好了 你又要可能想希望那些企业过来上市 但是你都帮不了他手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在那里上市呢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最后来就是说CEO CEO就是说之前他找李小嘉 去做CEO 然后再找欧冠星到今天 再找一个中国人 Bonnie Chen去做CEO 那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对的 就是在那个年代 很多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的时候 找李小嘉去做 也是港交所那个业绩最辉煌的年代 找他也是对的 然后那几年前 就是大家中美开始有迷惑战 找一个外国人 坐CEO做米奇老鼠这个职位 也是对的 那到今天 我还没看到现在的CEO 有什么新的方向是带出来的 但是作为香港最重要的两个角色 港交所 这个领导人是非常之重要 尤其是在这个过渡时期 那就是他没有政绩的时候 也都不可以方便评论他 究竟是做得好还是不好 这样如果不是 就过于武断 以及对他就是不公平的 那讲完这一个 这些地缘政治那些问题之后 我就想讲一下 那些叫做能源车 那能源车现在是被誉为 就是整个世界最环岛的汽车 那其实呢 那个摊排放量是怎样呢 其实就要可以分开 生产的阶段 营运的阶段 就是在马路行驶的阶段 以及是完了它那个阶段 那在生产的阶段 有包括电池 以及是汽车生产 那电动车那个生产阶段 那个碳排放就大概是 14个T的公吨的二氧化碳 才生产到一辆车 那它去行驶就有26吨 那维修就是一吨 那在那个结束那里呢 又会花2吨 那整个总的态排放量 在那个电动车就是39吨 那运轮车呢 就是生产的时候就10吨 在那个燃料啊 电力生产里面呢 加上去维修的那些呢 就总共是47个T 那到到只是纯电油呢 就是说是总共加上去 就55个T 那就是说中观那三样东西呢 就是在生产 可能是汽车生产里面呢 那个碳排放量电动车 是比运能车是高 就是说电动车在生产的时候呢 是14T 运能车只有10个T 内燃车又是只有10个T 是比较高 但是在它营运那里呢 是比商对来说呢 就是比后两者呢 是低很多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再将那个电能车 更加会是优化它呢 就是在那个燃料和电力生产里面 现在我们很多的都是用着一些化石燃料 去生产的电力 而去进入到那个充电那里 如果我们能够用多一些叫做可载生能源 变成电力去充电呢 那么那个碳排放量呢 就会是更加少 那么这个是电能车呢 是未来是一个大趋势 那么你看到深圳呢 现在他们那个空气呢 是比香港是好 因为内地的电能车 我想那个渗透率呢 是比香港为高 就是无论它那些私家车 无论它那些公交车呢 用的电能车的比例呢 就是比香港高 那么你会见到那条路呢 就静了 就是没有那些燃油车的那些声 就是其实当它不是走得很近呢 你未必感受到那个汽车的声 第二 你看到深圳那个空气呢 真的比香港好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就是内地他们一看中那个行业呢 他们是可以将它的那个产能提升得很紧要 那么究竟好像谭新强所说的 美国是嫌它产能过成呢 还是产能过境呢 还是产能过境呢 其实很大部分程度 是内地的生产能力呢 是远远比欧美为高 尤其是有些它被它盯紧了的行业 它们是真的可以做到极致 可以做到那个成本呢 就会是很低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现在要去保护回 尤其是欧洲呢 去保护回他们 而现有的竞争的优势的时候 就不是可能是靠技术了 可能是要用一些行政的手段 是去帮忙呢 是拦住中国呢 令到他们在欧美生产的汽车 和它有竞争力 如果不是呢 他们那个市场 一定是给中国汽车 是全数呢 是会抢得很厉害 那就是说 以往的德国 或者是日本 造车呢 那个明显的优势 就会是没有了 那所以为什么美国 要在这个 电能车的市场 或者是那个 叫做 solar panels 太阳蓝板里面呢 是做文章的就是这样的 那最后一个想说呢 就是说一个 我们去 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呢 就是说你有没有优势呢 那很多人就以为 那些东西很复杂 那其实之前呢 吉里汽车的那个CEO都说过 那将一些东西呢 的问题呢 就去简单化它 因为他上任的时候呢 就跟他说 其实汽车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四个车 再加两排梳化 那有些人呢 就觉得他说得很囂张 但是他经过他的努力之后 吉里汽车在那个市场 占有那个 市占率 是比其他欧美的国家为多的时候 就发觉 他说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怎样可以做到这个体验 是更加好的 那其实 所有做生意呢 都是讲一个问题 就是讲 资讯流 资金流 和物流呢 在一个特定的组合里面呢 是去取悦客户 优化产品呢 提高效率的方法论 那就是 刚才那一段简单的说话 就是讲了一个做生意的本质 就是说 怎样可以提高你的占讯流 怎样可以改善你的资金流 怎样去加强你的物流 跟着在这个既定情形之下 是可以取悦客户 优化产品 投供效率 是说六样东西 是咯 资讯流就是说 怎样可以将你的那个产品 是给人好的信息 可以传递得到给客户 第二 资金流里面 就是怎样可以帮到那个客户 很迅速地给你钱去落单 第三呢 就是物流 我怎样可以很方便地交付这件物品 给一些顾客 以前可能通过商场 现在可能是通过电商 经物流公司去运 这个就是一些叫做传递的差异 就是方法的不同 跟着最后是怎样呢 就是取悦客户 取悦客户是什么 是解决客户的痛点 靠什么呢 靠优化你的产品 无论你的产品是实实在在 可以交到给人的产品 或者是一些捉不到 摸不到的 叫做网上的产品 就是这个视频也好 跟着就是说 我怎样在这个生产流程里面 可以提高到一个效率 就是可以将整个流程 可以增加它的效率 就是可能是减低到它的成本 或者是以前可能配置幕 需要两天时间 现在是变了做两个小时 或者是用AI的方法 帮你去做拍摄 是令到是更加快速 用AI Cloning 数字人 令到可以量产 这些都是一些叫做 提据效率的方法 那不需要你每一样东西 都要做得到 那你在这里专注 究竟你是可以做到 解决人的痛点 你是可以优化到你的产品 或者是提供你的效率 令到你成本 有更加优势 每一个人看的东西都不同 就是阿里巴巴 它就说了是人的体验 我们怎样可以令到那个世界 更加没有难做的生意 是讲的是怎样去帮客户 去解决它痛点的问题 那反过来 京东他们想的事情就不同了 他就在物流那里想 有没有办法我可以降低到那个 运输成本 令到它可以突围而出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强项 或者弱项都不同 有些人是善于去压成本 有些人是善于去做创意 所以为什么那个市场呢 有这么多不同的势分 有些就是我要供个Niche Market 利基市场 有些人供个Mass Market 我要供个大宋市场 每一个人他的强项 或者弱项都不同 就是好举一个例子 我那些是可以做到一些视频 是非常精致 美轮美换 写了稿打了灯 接着再用一些动画视像 去Graphic 去比例 我只可以做到的就是效率 今天看到的新闻 我用自己的见解 去希望给到一些解读大家 我争取的就是效率 那所以呢 我就牺牲的是什么呢 牺牲就是一些优质的制作 那是要大家去取写 以及看自己的强弱项 那最后来都是怎么样 是看那个市场有没有需要 那自己看得到 那你说有市场有没有那么需要 看得到 在那个订阅量里面 以及看那个时间是多了 就是知道那个叫做顾客 就是那些观众 是受这一件事 那如果没有人去叫做埋单 那其实呢 你不可以说你那个产品是市场接受 那我去判断我那个是否接受呢 就是最简单的 YouTube有多少钱给到我 在那些影片里面 如果看到那个趋势 是总的是向上的 我就在走一个right track 如果是那个钱是向下的 就是说我的市场不认可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容易的benchmark 因为很多朋友呢 经常觉得我自己制造的产品就是最好 那些人不去买我的货呢 就是不识货而已 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现在你说的是一个商品市场 最后来都是要客户给钱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顾客 如果不肯给钱埋单的 那些都是叫做旁观者 跟你没关系 只不过可能是问你身边的人 那他个个都说是好的 你问你爸爸妈妈 那他有些部分会是支持 有些就说你都是 儿子你都不要去做 所以不要问自己的亲戚朋友 直接是推出市场 让市场就告诉你 你究竟做的东西 是不是在一个right track right arm的方向呢 那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有什么可以留意大家聊聊聊 拜拜